哈囉大家好 大家平時會用機庫內的飛行載具嗎? 除了PVP比較會用到之外 平常好像就是在那放著深灰塵 洛勝都改裝護改版後 一度讓飛機能隨叫隨到 但後來又被修回原本的樣子 讓人無言以對 畢竟洛勝都也沒多大 爆軍人K2已經夠方便了 或是跳個戰局 不然來個猜試瞬移 想到哪就到哪 飛機的實用性其實很低 不過生命總是會找到出路 GTA5總是能找到秘技 今天就來教大家如何讓飛機隨叫隨到 新手可能比較不知道叫飛機的原理 先快速介紹一下基本知識 首先你要上網買一個機庫 然後就能上網買一些奇奇怪怪的飛機 機庫一定要買商庫多堡壘 這會讓你能自由出入軍事基地 天煞比較特別 在網頁上買了之後 會是帕格薩斯載具 想停進機庫的話 要先花200元叫出來 水魚 在自己開進機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进机库的好处是能喷自己想要的颜色 可能会有人问 我不想花钱买 直接偷一台天煞开进机库可以吗 哈哈哈哈 不行 好 那么就从平常叫飞机开始 一般叫飞机就是按M叫出选单 载具 请求个人飞行载具 然后 车子就不见了 FORG9会显示 您的个人飞行载具已被运送到附近的地点 打开地图看看 嗯 嗯 有点距离 叫车出来去拿飞机吧 然后 然后 飞机就不见了 所以 所以R星负责人给我出来好吗 保证不打死你 没关系 我还有招 没车是不是 那我先开CEO叫出飞行载具之后 再开这台飞行载具 去拿飞行载具 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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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打死你 看 休不上 motu 持人口 终于拿到了 大功告成 嗯 是不是 哪里不太对劲 好 那么 进入正题 首先 称为CEO 然后 然後一樣按M選單叫飛機 叫了之後立刻叫出CEO載具 好的!CEO的霧音出現了 再等一下 成功! 天煞也出現在旁邊了 方法就是這麼簡單 出現了 那我們叫大台一點的飛機會怎樣呢? 就絕病是你了 阿爾科諾斯特 阿爾科諾斯特 歐巴 這招還是有限度的 大家請不要叫太大的飛機以免悲劇 還是叫小台一點的好 附帶一提 用柯薩卡的飛鶴 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不一定非要用CEO才行 高級駕駛 還有,坦白 Hearts 一字為啟動 阿爾科諾斯特 希望大家的飛機除了在機庫漲草之外 也能有更多用途 像是對洛盛都進行地坎式轟炸之類 那如果不想錯過更多類似的技巧或攻略 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喔 可以即時收到更多影片的第一手消息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